3月16号零点到24点 吉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42例 其中吉林市455例 长春市268例 四平市11例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6例 松原市2例 在今天吉林市开始了第11轮核酸检测 昨天长春市各区开始发放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 启动了首批抗原筛查 也是在昨天 首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 在上海门店线下开售 说到抗原检测 这几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它是对现有核酸检测方法的一种补充 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快速简单一行 适合在基层迅速开展大规模的检测 在新冠病毒变印毒株传播速度加快的前提下 抗原检测有利于疫情的早筛查 那么新冠病毒抗原自测试剂是怎么测的呢 来看新华社记者的亲身实测 操作的过程当中第一是要洗手 保持双手的清洁 刚刚已经洗过了 第二是要在这个常温之下 也就是15到30摄氏度来操作 注意这个是鼻柿子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之前要 把鼻涕要洗干净 我们把这个柿子头摔到鼻孔中 注意深入的这个距离大概是2.5厘米 然后深入进去之后呢 我们要算5圈 这一步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要使用试剂 放进去 旋转3到5圈 旋转完之后 要在这里面停留一分钟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边呢是一个小圆孔 它这边是要把 它放置15到20分钟 分别是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个C和一个T 那如果呢这个色带是在C上面 T上面没有显示的话 那说明就是阴性 那如果T上面有显示的话 那说明就是阳性 其实今天呢我本来是想去药店买一个 让杨师傅给咱们示范一下 这周边的药房还没有货呢 需要现在网上预约 这个也就我能来 没什么我想报复 没关系啊 咱们维甘记者实测也是一样 对 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容易操作的 比如说在基层机构就诊呢 出现发热等临床症状的话 症状在5天之内的核酸阴性 就可以居家连续检测5天抗原 为什么连续检测5天呢 因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新冠感染者 这5天中 总有一天病毒含量比较高 如果是持续阴性的 那就不需要任何干预 对 那对于隔离观察的人员呢 也要连续检测5天抗原 每天一次 直到解除隔离时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如果是居民想自己做检测 测出阳性之后呢 要第一时间进行核酸检测 抗原阴性可以在必要时再测 待会儿